現場的朋友 尖叫聲加掌聲加旗幟 歡迎我們最敬愛的我們 中國共產黨前主席立法院的小辣椒 洪秀祖祖劫 祖祖劫自由 祖祖劫自由 加油 各位 我們中學鄉親父老兄 在節目的大家好 大家好 真的很高興回到總統 因為這也曾經是我的選區 對不對 所以我首先其實 要為我自己講話 感謝各位幾十年以來 對阿條的疼痛 所以我能夠在立法院 待這麼久 從年輕待到老 現在必須要退休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責任 就是想辦法 讓我們年輕一代 能夠出考梯 我在擔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有一句話 不只是口號我真的做到 叫做用狀欲親 就是說把培養年輕人 然後到了一定年齡成熟之後 就請他出來要好好運用他 來為我們國家 來為黨 來拼命 來為社會老百姓服務 張志倫 幾歲 四十 剛剛好 我就是這個年齡進立法院的 加油 所以 這是一個最成熟的年齡 身體好 腦筋好 有智慧 有體力 要收拔也沒有你怕 對嗎 對 講到收拔 我要跟各位講 立法院本來是個獎禮的地方 立法院是一個監督政府論證的地方 但是我們今天立法院 和平之洞 不夠亂七八糟 我們人多太打架 我們人少太打架 現在更糟糕的是 我們在立法院人太少了 三十幾的人 抓腳抓手 都 取不過人家 所以呢 他們今天 為什麼在立法院 為所欲為 我就不談這個事情 我相信剛才很多大咖 有很多大咖的 重量級的人來講 我這個底咖也是比較晚來這邊說了 所以我們不談民進黨的作惡多端 已經不談其他的 因為剛才他們都講過了 可是今天我看到張志倫 我必須跟大家講 他是在一個非常好的家庭當中長大的 尤其我要替張慶忠講話 你爸爸怕你來嗎 有啊 你這裡 你這裡 在哪裡 你不起來 我替你講話你不起來 我為什麼講爸爸 不先講兒子的好話 這個爸爸很了不起 做過國大代表 做過立法院 就為什麼會落選嗎 才叫其有此理 他在立法院就為了福茂要過關 大家知道我們福茂沒有過關 對台灣的損失有多大呀 而且賴清德胡說八道 胡茂一過關 不得了啦 哎呀大陸人都來啊 我們各行各有五千人都到台灣來了啦 所有的工作他們都做了 那個洗頭店也都不要開啦 洗頭的小妹都是阿拉 都是大陸人 他們有兩 他們有十億個人口 十億顆頭可以洗耶 我們只有兩千三百萬耶 那麼多頭不洗 跑到我們這邊來洗 明明我們的規定 你要投資二十萬 你才能夠有一個投資者 帶兩個技術員來 你如果要再多一個 就要五十萬的美金的投資才可以耶 他有那麼多的錢啊 不是這樣子講 可是福茂沒有通過 對我們傷害很大 還搞個太陽花 張信中在立法院 我們開了十六次的一個會議 公民公聽會 而且在公聽會之前 我們也開過了好多場的秘密會議 民進黨委員自己都已經簽過字的 但是他們一概不承認 一定要拖 要拖過十六次的公聽會 好沒有關係 公聽會也開完了 張信中是召集委員 他們就打架 他們就打架 一直把張信中擠在角落裡面 張信中非常勇敢 你看人高馬壯的 你不比爸爸矮 不錯 但是好像身體沒有辦法結實 還要再繼續努力 那麼 所以呢 張信中也不怕 就拿著麥克風在角落裡 就現在已經達到法定人數 我們經過三個月的期限 這本案已經審查完畢 上會 所以半分鐘 就把這個法案給通過了 而事實上 我們也經過一個很多的公聽會跟審查 而且還是民進黨簽字的 所以就號稱半分鐘 張信中叫做半分鐘 因為這樣太陽花運動開始 太陽花運動 那個時候他們喊說 立法院要有一個兩岸的任何協議的一個監督機制的條例 才可以來審查 各位 兩方面談很多事情 有很多是秘密 機密的 事先把底牌都掀過了 我們在說什麼 我們在談什麼 他們就用很多不可理喻的方式來背格 最後引起太陽花事件 太陽花的事情 這些老小孩做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不用說 造成台灣多大的損害 張信中有勇氣 雖然到最後一路被攻擊落選了 但是他也沒有你怕培養這個兒子 這兒子也是留美的 你留在美國讀書 你回來要做什麼 回來打招 人家賴清德的兒子 兩個兒子 一個是美國籍的 一個是有永久居留權的 還剩一個美國的孫子 所以他現在是美國人的爸爸 美國人的阿公 因為他有美國的孫子 所以萬一台灣出什麼事 趕快去依親了 然後還有一個副手叫蕭美琴 蕭美琴說 我們不認同 我們現在已經不認同中華民國 奇怪的 我這不是說好笑的 是他白紙黑紙 在他們的雜誌期刊裡面登過 你已經不認同中華民國 你回來中華民國 選什麼副總統 也變成美國人 因為他是中美混血兒 他講英文 講得比我們中文更好 比講英文更好 所以他完全是美國人 美國派回台灣來監督 監督蕭清德有沒有好好在做 這個都要搞不清楚了 所以今天我說張慶忠 張慶忠沒有把張慶忠留在美國 他做美國的阿公 張慶忠也可以在美國啊 看在那邊唸書啊 我們特別要強調的是 張慶忠也好 陳慶忠也好 他男人 他男人 阿婆 我幾十年啦 很熟悉啦 比那個趙超康很了不起 說要跟你交情喔 對不對 太太喔 太太沒算人 小學同學 唉 那我不知道你們交情怎樣 他講什麼 他都已經講過了 所以他講的話我就不講了 我們今天台灣要選總統也好 選副總統也好 要選美國人的阿公 台主的金孫 要選美國人來裝我們的政府總統 要不要 不要 大家想想看 我們的總統候選 叫做侯友宜 對不對 對 在我們台北館 七八十四年內 十四年從副市長做到 這個市長 他的政績是全部是所有的六都裡面 第一名的 然後是警官出身 湯架比較大 爸爸是賣肉的 對不對 結果養了兩個孩子 一個做醫生 很有名在高雄 一個從基層的警官 做到警政署署長 很優秀 民進黨叫他說 唉 來我們民進黨 他也不入民進黨 他就是國民黨 他也沒有因為這樣 很高興去做民進黨 吃香喝辣 他也沒有 菁英入黨 他不入 叫到嘉義士選 縣長 他也沒有 他就好好做 好好做事情 人家在笑 好好做事情 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好好做事情 什麼好笑 如果今天我們的總統 到地方的官員 大家都好好做事情 南台灣的八十四年 這種行動 不會 對不對 所以都胡說八道 然後那個時候 兩岸直行條理 為什麼我要講 你的身體還比較用 只是沒有你爸爸胖 老婆很結實 我來摸一下 順便摸摸小鮮肉 算了 不錯啦 體格很好 有肌肉 體格很好 燒拍也沒你怕 立馬院本來是個獎禮的地方 但是常常不講理 既然不講理 你跟我講理 我就跟你講理 你不講理 你給我摸摸 我就把你摸摸回去 你要訓練口才 罵人怎麼罵 要摸你回去 如果他要摸摸 也沒你怕 要摸就來了 善人嚇善人 你要有這種欺騙 我們國民黨不能溫良公錢讓 讓到政權都讓出去了 還要讓嗎 不要 我們要把台灣都讓掉了對不對 對 不是讓給大陸 把台灣讓給美國了 對不對 對 美國人 我們說蕭美琴 為什麼美國人特別喜歡蕭美琴 蕭美琴在做駐美代表 他自己之稱是台灣大使 好蕭美琴在美國替我們做什麼事 請我們幫美國人把萊豬給我們吃 你記得嗎 在遊行的時候 蕭美琴也是頭上綁了一個板 綁了一個板 綁了一個板什麼布條 搞不清楚 說是 萊西要零檢出 結果他做駐美代表 請我們吃IG 他把美國那個爛武器 叫他們來提供我們台灣 要叫我們打相仗 每個要發一個AK什麼什麼什麼 步槍 AK47步槍 讓我們去打仗 打相仗 各位 每一個人如果你手上有一把槍 已經分不清楚是軍人還是老百姓 要打全部都打了 我們以小博大 我們說以小勢大 要智慧 我們台灣每天你抄名人家 我說一個比較難聽 包括我們中國國民黨有時候也很沒有出息 我們說抗中保不了台 你抗中抄名人家 人家大 你那你小小子 以前我們很自豪 人家人走路有風 去台路看人都看不去 這也不好 那也不好 但是呢現在呢 人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人家人 亞洲四角龍變成亞洲尾巴去 越來越沒有出息 所以我們自己要自立自強 但是美國人他就是你看看他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對付我們台灣人 他說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台獨 但是他卻也不支持同意 我跟大家報告 中華民國的憲法就是一宗 就是未來要同意的 大家去看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你那是說我要維持現狀 我們永遠不要同意 可以 我阿條也沒在反對 請改憲法 請修改憲法 那民進黨有喔 提案要修改憲法 結果失落 我們說我們幫你簽名 我們都幫你連署喔 我們幫你連署 我們修改憲法 台灣要獨立修改憲法 因失落就是失落 簽好迷惑他們收回去 放在口袋裡 不拿出來 他就知道說 那個會引起危險 我們台灣沒辦法跟人家修改 你說我打到最後 拿掃把我也跟你拼 好啦 拿掃把去拼啦 我阿條也會多了 你還有張志倫 張志倫也要上戰場 我看你會心痛不心痛 在座各位朋友 你們都比紅袖柱有夫妻 你們有娘有母 有兒子有孫 將來這些人都會上戰場 你不要以為說 人家那個習近平說 他沒有這個計畫 說變就變 國際的情形說變就變 沒有一定的事情 你無態無恥去挑釁人家 我常常講 你那麼小 你還去羞辱人家 他看人家不去 又跟人家吐槽 跟人家想賣 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以小勢大用智慧嘛 我說我們憲法是一中 是未來統一 他們也是啊 也是一中 也是憲法統一 他們一天到時候要解放台灣 為了是統一中國 我們以前從小 有我們歐陽主委在這邊 我們是要反攻大陸 你會不會唱 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對不對 我們會唱反攻大陸 結果我們沒有反攻大陸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要反攻大陸 是為了統一中國 所以兩岸的目標 都是中國的統一 既然目標一致 那樣就簡單啊 我們目標一致 大家好好這路來談 替我們台灣想這個最好的方式 對台灣最有利的方式 時間多久 慢慢再說 慢慢再說 這樣就不會引起這個 任何的麻煩跟戰爭 也會受制於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什麼叫美國有事 日本有事 台灣有事 他們就都有事 胡說八道 連小的在騙人的 真的台灣有事啊 沒有人要插 美國人一人都不來 美國只會給爛武器 還欠我很多錢 我們有好多錢在美國 可是武器沒有給我們 我不是軍人 你們軍方都很了解 對不對 還在美國呢 給我們一些爛武器 我們不要 我們要他不給我們 我們不要他給我們 做布雷陣很可惡的國家 所以任何國家 我們都沒有辦法來靠 我們就靠自己了 我們自己自立自強 我們知道要對強靈 就隔壁的鄰居很強 我們要怎麼樣的辦法 來跟他們談判 跟他們坐在一起談 談出對我們對台灣最有利的 這才是和平之道 所以我要在鼓勵張志倫 張志倫很了不起很不錯 可是呢 他有一個很好的爸媽媽媽 但他爸媽媽媽有個缺點 他的爸媽媽都不會臉笑話 他的爸媽媽媽都不會說話 他們爸媽媽媽都不會說八才話 他們都是老老實實 只會做事 服務我們地方民眾 而不是花言巧語 隨便騙 現在詐騙集團很多 就是我們那個民進黨 詐騙集團 唐鳳弄了一個什麼數位部 什麼亂七八糟部 詐騙集團 我們有沒有接過這個電話 有 有沒有接過這個電話 有 我就不知道接到過幾通電話 我一聽我就胡說八道 我就把它掛斷了 千萬不要去跟他對答 你就會死我告訴你 所以接到詐騙集團 哎呀你的健保 你的健保卡沒有收到錢 哎呀你的電話什麼什麼 我馬上就要怎麼樣 請你打什麼電話 不要吵 詐騙集團太多了 唐鳳在幹什麼 花那麼多錢 這就根本就一個詐騙的國家 詐騙 不但自己詐騙老百姓 還詐騙輸出國 我們少年人可憐 你們失業 所以跑到被騙 騙到柬埔寨 騙到緬甸 去做詐騙集團的一個幫手 這個是很可惡的事情 我告訴大家 我是沒關係 我們母親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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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人 就老大人 但是呢 你們都是有兒 有你有孫 你要不要替我們的下一代 不為我們自己 要替我們下一代著想 所以張志綸 今天我們充滿了期望 你爸爸媽媽的優點 你要學服務選民 處處周到 但是 你要比爸爸媽媽的口才要好 什麼叫口才要好呢 小妹來啦 小妹不怕啦 公道理就來啦 但是我什麼都不怕 這樣對不對 對 我們要不要鼓勵張志綸 張志綸很了不起 爸爸是學會計 他也是會計師 也是美國大學出來的 所以他有個對手 那個對手 有夠不夠小 大台北 說要台北 要台北選對不對 永遠把戶籍簽到我們中和來 是不是 簽到中和來 所以要替我們來服務 要替跟張志綸來拚 你一天都沒有在台南中和 你是要怎麼替我們服務 人家一家 連他三口 我們走遍了中和的大街小巷 尤其這個啦 我受不了他啦 他的媽媽啦 以前喔 十二點多 我打電話到他家 張青中 碎眼明蒙 喔 你誰啦 我說我阿條啦 喔 我說阿林 陳情町有町嗎 沒有 不知道他去哪裡 選民服務 你如果母也沒有關口罩 十二點沒有在家 結果找到他 他在派出所 對 他在分局 對 為選民在服務 你看 他不會發言巧語 可他就腳踏實地 張青中也一樣 我們趕快讓他們這樣 父母這樣加油 好不好 所以張志綸如果當選 無縫接軌 選民服務一定周周到道 一定腳踏實地 一定是實實在在 不夠不夠 不夠不夠 所以各位鄉親 胡同鄉 在這位 大家站在這裡 坐在這裡 一定是支持張志綸的 有夠嗎 不夠 坐在這裡 支持張志綸 不夠 我們一定要把這話 傳出去 傳給我們的選民知道 你要選一個 花言巧語的候選人 欺騙我們的候選人 還是要選一個 可以 無縫接軌 認真腳踏實地 在中和長大 在中和服務的 一個年輕人 給他一個機會 好不好 好 40歲 也不是太年輕 嘟嘟好勒 我當時一定歡迎 你來做八戒 我做八戒 你最終要做八戒 我們再次幫他加油 好不好 還有侯友宜要不要當選 要 好好做事情 要不要讓他當選 要 發言巧語的我們不要 對不對 對 我們還有國會要過半 所以每一席的國會議員 我們都可以缺少 張志綸當然不可以少 好不好 好 來 張志綸 夠帥 張志綸 志綸 志綸 夠帥 侯友宜 夠帥 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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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帥 國民黨 勝利 國民黨 勝利 國民黨 國民黨 順利 順利 我們要勝利 當然大家就好康了 好 來 我們的祝祝節 來送這個 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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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他從小長大的張志綸 欲祝張志綸 高票大選 張志綸 大帥 張志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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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我們祝祝節 謝謝 非常的感謝 謝謝 謝謝